阿根廷拿下士族冠軍凱旋歸國全國歡慶 但萬萬沒想到冠軍遊行到一半竟會空降球迷 熱情球迷直接從橋上跳下來 鋪向球員搭乘的巴士 想跟梅西近距離接觸 不過卻傳出一名24歲球迷 因為跳橋失敗 狠狠摔在地上 最後鬆意不至 與此同時還傳出印度一名支持阿根廷的女球迷 在家歡慶梅西奪冠石 以似被街道上歡慶的球迷開槍射殺 阿根廷的歡慶氣氛已經延續三天 超過400萬人在街頭載歌載舞 但卻還過頭演變成這個景象 有球迷對著鎮暴警察丟直石頭和水瓶 甚至互相大打出手 場面一片混亂 其實阿根廷正經歷大多數國家 完全無法相比的通膨率 最新11月物價年增幅度就高達92.4% 創下30年以來最高紀錄 甚至預計今年會達到百分之百 尽管如此梅西帶回大力神杯或許有機會成為阿根廷擺脫困境的一次轉機 因為一份英國的研究報告顯示奪得世界杯殊榮後的兩個季度 冠軍國的GDP有望增長至少百分之零點二五 36年來難得的氏族冠軍也被阿根廷仍視為扭轉經濟危機的大好機會 TVBS新聞綜合報導